视线转向国内来关注农村改革的最新进程 1978年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发起大包干 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40多年后 小岗村的各项改革依然风头正进 三权分制改革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小岗村也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来看报道 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 这家合作社负责人杨玉冰 正在大棚里忙着给南瓜搭架子施肥 他告诉记者 目前合作社共有800多亩地 根据不同地块 种植小南瓜 火龙果 西红柿 让每个地块都能产出效益 预计在6月中旬小南瓜就可以成熟了 我们一亩地大约在3000斤左右 顺利人6000块钱 被种刀子强夺了 杨玉冰说 种植效益的提升 主要得益于土地连片规模化的经营 由于小岗村地处江淮分水岭 土地绝大多数是丘陵地 一家一户很难规模发展 2013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 农户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全面启动 小岗村成为全国首批试点 2016年10月 小岗村在全国率先颁发了 土地流转经营权证 随后杨玉冰和村民合伙成立了 小岗村第一家土地股份合作社 43户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 碎田变成了整田 效益也有了翻倍的增长 石木地入股一年七八千块钱 打大零共一年再打个两万多块钱 这是小岗村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 发给村民的股权证 村民杨文景说 他正在打理的这个绿化工程 就是他们村民入股的 小岗村集体公司的经营项目 从2018年起 他已经连续四年从公司中领到分红 全家我们九口人 分红每人就是六倍 打工人应该还挣两万块钱 记者了解到 2016年小岗村开始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首先对村集体资源 资产和资金 进行摸底 折股量化到每个村民 然后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 通过运营小岗绿化公司 广告公司 互联网公司 大力发展村集集体经济 实现了从户户分田包地 到人人持股分红的转变 我们通过对资源资金和资产 进一步的运营 使过去没有得到 有效运营的资产和资金和资源 产生更大的竞争效益 2017年以来 四年来我们累计给我们的百姓 分了2,050元的集体分红 2020年 我们的集体经济数是1,160万元 是4,050元的集体问题 进1,180万元的集体 nin1,180万元的集体 進2,800万元的集体 进3,400万元的集体